中外哲人都把人生的重点集中于一点,认识自己,而多数人并没有领悟到哲人这个思想的主体,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指向,相对于其自身的外部世界和他人的身上,人们总是在犯错误和错过人生的要点而不自知,其实,人们一直在错过人生的要点,这绝对是一件最使人遗憾的人生大事了。 我最近几年也一直在发现和反思着这个问题,我逐渐发现和悟到了圣贤的伟大和自己的无知,愚蠢和渺小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 我以为,问题就出在人们没有深刻和正确地理,且伟大哲人给人们的启示,人们应该认识到伟大的哲人,因为给人们带来了关于什么是真正人生的启示,而伟大,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, 剩下的就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悟性了,人们不应该希望圣贤会告诉人的生命存在和人在生活中的细节,因为,这些细节正是每一个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 而,哲人告诉人们的是人生的一些原则和通往人生正确之路的路标,现实世界里,总有一些人经常爱自己尽信自己的聪明,而嘲笑爱人的愚蠢,甚至有些人还对伟大哲人的启示和忠告不屑一步。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人们,对于伟大哲人忠告和启示无动于衷,甚至对他们的人生和思想进行了潮热讽和不公的藐视,才是真正的和最大的愚蠢。 而愚蠢者一定会为自己的愚蠢而付出代价的,因为这正是宇宙和自然不可更改的因果宝则所决定的,人们真的应该抽出一些时间,使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,使自己的心安静下来,然后想一想,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自己能干什么,自己会干什么,自己靠什么维持着生命和生活,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呢? 协制称自己生命存在和现实生活的人合适,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?雷锋和白求恩,为什么会成为死而不亡者? 人们还应该思考以下的一些问题,就是人们为什么告诉人们,人生的第一要务在于修身和认识自己,修身是修谁的身,人们为什么总是在修别人,而不是修自己? 人们为什么总是表现得那么自以为是?人们为什么总是表现得对别人严格,而对自己宽松?人们为什么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爱,而却另于对他人奉献自己的爱?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,一直倡导认识自己的重要性,并用其一生身体律行,他的智慧来自于他认为自己知道自己的无知,我国古代。 伟大的哲人老子指出,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,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,我知道有很多人,都能够对哲人的语录倒费如流,那又怎么样? 事实上,对哲人语录能够做到了倒费如流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大,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一个人对经典思想的亲身兼型。 人们在学习经典时,要把要点放在领悟精神实质和身体律行方面,如果一个人真正领悟到了经典的本质,并且能够跟这种思想融入到自己的行为中时,他就会感受到经典思想的无限魅力和无穷的力量。 人生自己是一个人一生要做的事情,一个人的修身修己,修心也是一生的事情,那么啊,不要再错过人生的要点了,人生难得,真法难闻,真人难做,日难而定正是人生的真谛所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